相信大家大鱼大肉都吃腻了吧 今天就用荷兰豆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淡又简腻的荷糖小炒 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首先用剪刀把荷兰豆的两边剪掉 然后再放入盘中备用 买荷兰豆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比较鲜嫩一些的 然后再用清水把荷兰豆清洗干净 尽量的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之后再把荷兰豆捞出来放一边备用 接着准备一根去皮的胡萝卜 斜刀切成小段 然后再把胡萝卜切成菱形状 稍微切的薄一些 这样切出来更加好看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几朵香菇 改刀切成薄片 加一些香菇搭配吃起来更加营养 切好之后和胡萝卜放一起 再准备几个蒜磅 改刀切成薄片 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准备一节大葱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 尽量的切得薄一些 这样油脂比较容易炒出来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接着锅里把水烧开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水开之后把香菇和胡萝卜放进来 先把它们焯水两分钟 然后再把荷兰豆放进来 再继续焯水一分钟 荷兰豆比较容易熟 焯水的时间不要太久 焯好水之后再控干水分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锅里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五花肉放进来 先把五花肉的油汁给它炒出来 再把五花肉炒至变色 再把多余的油给它倒出来 炒至微焦之后把葱姜蒜放进来 再把葱姜蒜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把焯好水的食材放进来 再把它们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翻炒均匀之后进行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再来一小勺鸡精 这边不需要太多的调料 尽量的保持原汁原味 然后再把荷兰豆翻炒入味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把荷兰豆炒好之后就可以盛出来了 看一下颜色非常的去腻好看 最后再把荷兰豆装入盘中即可 一道非常好吃的荷糖小炒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荷兰豆非常的营养又美味 而且吃起来清爽又简腻 搭配了胡萝卜和香菇吃起来特别的营养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非常适合吃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比大鱼大肉还要受欢迎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和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